天蝎座,天蝎座在感情中是个占有欲特别强的星座,而且一旦认定了一个人,就会一直坚持初心,和对方一起走下去,在感情中的天蝎座,是个特别能吃苦的星座,兜兜转转,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真爱,和自己的爱情相濡隐没,找到最合适的另一半。 天蝎座非常聪明,生活有计划,一步步按照计划来,虽然也渴望爱情,但天蝎座一定要等到最适合的那个人出现,他们不会把爱情当作生活的意义,也不会因为没有爱情就遗憾。 天蝎座的爱情之路一路顺风,追求者非常多,未来十天,天蝎座的桃花运动都盛放,令人心碎,最喜欢的人会出现,天蝎座会生活满满幸福。 处女座,处女座从来都不曾想过,自己也会被人表白,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人,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表现过自己的任何优点。 再加上处女座长相也是比较普通,性格又不是很好,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只有暗恋别人的份,不过爱神降临,处女座会得到表白,接不接受就看他们自己了。 处女座的真正爱情也就要到来了,之前的感情失败,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。 在十月,处女座的红乱行动,也会引来自己的爱情,能够遇到和自己有很多缘分的另一半,并且也会有很多共同话题。 红乱行动会给你带去特别好的爱情给予,要抓住了。 处女座的感情运势和桃花运是很没错的,尤其是大深的处女座。 处女座的桃花也就因此在这个未来一月里,展开属于自己的恋情,也是很鲜密的一对呢。 要欺负我,遇见不易。 射手座,就在十月的时候,射手座的桃花兜兜转转,爱情运势不断的上升。 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迎来了好运的时刻,射手座开朗而热情。 他们身上的正能量,总是能感染很多人,让身边的人都感到无比的开心。 他们的那种快乐是没有任何杂志的,让人想要不断的靠近。 射手座在爱情的世界里,总是会付出自己的全部,只要他们喜欢上一个人,就会毫无保留的付出,希望能够给对方想要的,并且责任感非常强。 感情一旦,就会全心全意的投入,不让对方有丝毫的委屈和被冷落。 就在十月,桃花运势大爆发,兜兜转转遇真爱,将要收获美好姻缘,不仅可以让射手座得到真爱,而且还能保证这个真爱让自己一生幸福。 兜兜转转最终还是遇见了良缘,都说好事不怕完,你的大喜事会马上来临,这次就不要放手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